DXD 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上面的圖示好了 G是指GS2 那這邊3G 以北是指CDMA的收訊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它使用WiFi上網的速度 那我們回到首頁 連到google 那我們在下方這個功能鍵這裡 有設一些書籤 那我們先連到牙齦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手機版的Yahoo奇謀網頁 那我們再連到電腦版的網頁去 手機進階版 那我們連接到網頁版 這就是所謂的電腦版的網頁 那你可以連點兩下來放大 或者是用手指把它拉縮小 再去做移動的動作 那記得要離開的時候要點下方的功能鍵 然後直接退出 不然你手機上面還是在 接下來要介紹YouTube的部分 那我們先點一個看一下 這是最近最夯的電影 可能有 Anne- 工作人員 不會讓我準備好興奮 但不是時間 是不行 不可以讓我喜歡你 我會讓我喜歡你 很可憐 我會讓我喜歡我 我的媽媽 我是 我是 收給你生�� 我們自己的親密 明視頻道 每週日晚間9點40分 我可能會愛你 那我們去搜尋一下 阿訊手機網 那我們播放一下影片 好 大家好 今天阿訊手機網 要為大家介紹這一款 主要是搜封V4S 主要是最新出的 搜封系列 那它主要是EPE 然後 配件通用也是屬於小卡板 那我們大家先看一下 這是它黑色跟白色的手機 待會再自己為大家做個說明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配件 那因為它是屬於小卡板的手機 所以 它的 這是說明書 那在黑色款的部分 它就會送黑色的防塵套 這是 下方USB 的防塵套 這是上方3.5mm 控制防塵套 那會 就是 這個 卡 針 然後傳輸線 充電 那在小卡的部分 那 我們到Market去看一下 那在Market的上面就有一些很多遊戲 那我們就可以去做下載的動作 那 基本上的 大致上的功能都是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所謂的語音搜尋 Google 那 這就是它語音搜尋的速度 那基本上裡面的東西都是屬於Android的系統 那另外的就是我們如果有關 我們有安裝 其他的 桌面軟體的話 那我們再點桌面我們可以去新增一些捷徑還有 桌布的部分 那 那在下方的話主要是搜尋鍵 那 接下來就是 返回鍵 就是功能鍵 那功能鍵 那功能鍵 其實就是等於你直接點的意思是差不多 我們直接可以跳到設定裡面去 那直接按的話會有一些 比較有最新的程式 那終點我們播放一下音樂好了 關鍵 能鍵 可以自行嗎 可以自行嗎 是嗎 可以自行嗎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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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